- 日本月子中心试住 - 日本月子中心试住 - 日本月子中心试住 - 今天我要去日本月子中心试住 - 日本月子中心试住 - 因为我自从决定要在日本生小孩 - 还有在日本做月子之后 - 我就开始疯狂的搜寻 - 日本月子中心资讯 - 但因为日本月子中心真的不像台湾这么多 - 所以其实选择性很少 - 那几乎都可以参观 - 那我这次找的这一家是可以试住的 - 所以这一次我就去预约他们的试住体验 - 现在我的肚子 - 还没有到很大 - 应该说肚子还没有算开始出来吧 - 所以我觉得现在算是我还比较好活动的时候 - 就可以先去试住体验一下 - 就是 - 我真的每天都在想这些东西 - 每天都在上网找资料 - 每天都在查 每天都在问 - 各位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应该也都很紧张 - 我就是超紧张 - 各种的搜寻资料 - 那文当就是完全不紧张 -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非常的紧张 - 不知道大家家里是不是也这样 - 那今天呢因为文当要上班的关系 - 那他好像会蛮晚回来的 - 所以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去试住 - 然后住一天之后就回家 - 就想说来拍影片 - 记录一下这一次的试住过程 - 还有他们月子中心的环境 - 那我们就走吧 - 好 大家那我现在已经check in到他们房间了 - 那因为他们这里有附上他们的管内服 - 我先换上管内服之后呢 - 再跟大家认证他们这个房间 - 然后跟大家讲刚才他们跟我说明什么 - 那等一下我先去换衣服 - 好 我现在已经换上他们的管内服了 - 就是这样子一件蛮轻松的one piece - 那现在就来带大家去认试一下 - 大家看我后面这里是厕所还有卫浴空间 - 带大家看一下 - 好 这里就是卫浴空间 - 那大家看他们这里是干湿分离的 - 那这里没有浴缸呢 - 基本上就是淋浴空间 -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下 -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 那他们这里呢也有提供很简单的沐浴用品 - 就是沐浴乳、洗发精还有润发 - 那洗手台这里呢也是有提供洗手乳 - 还有身体乳 - 我觉得身体乳还蛮方便的 - 因为我怀孕之后皮肤就变得真的很容易干 - 所以有身体乳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来擦一下 - 然后旁边这里呢是保养品 - 我觉得保养品超棒的 - 而且我其实刚才有看一下介绍 - 这个保养品一罐好像还蛮贵的 - 这是化妆水 - 然后呢这个是美容油 - 晚上跟早上还好好的用一下 - 然后还有牙刷跟牙膏 - 其实就是很基本的东西 - 还有浴巾跟基本的毛巾 - 那卫浴空间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 那带大家去看一下房间 - 那我们进房间咯 - 其实房间整体没有很大 -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 是双人床 - 这里有电视还有饮水机 - 那水如果没了可以请工作人员补充 - 然后旁边呢这里有麦茶 - 就是日本人真的非常喜欢喝麦茶 - 那我已经有问他们 - 他们说这个麦茶是没有咖啡因的 - 那我要喝的话就是自己泡这样 - 然后是床 - 床的旁边呢有插座 - 可惜我今天忘记带充电器了 - 可是没关系 - 因为我带行动电源 - 就冲行动电源就好 - 其实整个空间环境真的不算是大 - 但是还蛮干净的啦 - 那他们这里有附书 - 而且我觉得算是都可以很轻松阅读的书 - 像是有新演员这个散文集还蛮有名的 - 然后还有哆啦A梦的名言集 - 我今天晚上来好好读一下这一本 - 然后这里还有小王子小说 - 然后还有这一本密封与远雷 - 这个也是蛮有名的 - 今天晚上可以来看一下 - 因为我今天特别不带电脑 - 我就想说想要好好的 - 体验放松一下 - 那如果带电脑我就会想工作 - 所以今天特别不带 - 就刚好可以来读这个书 - 我有看网路上其他人分享 - 好像每个房间的书都不太一样 - 那他们地上这里有附一个灾难包 - 也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可以包小朋友的背带 - 那外面就是河井 - 好啊他房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 我不知道台湾的月子中心是怎样 - 我相信台湾有很多月子中心都更豪华 - 因为其实日本月子中心真的没有那么流行 - 那也有一些是专门机构 - 我这一次做月子中心的 - 他是跟饭店前约 - 就是饭店里面的一层的一半 - 都是这个月子中心 - 所以他的房间其实就是大家一般 - 会来日本住的那种饭店房间的感觉 - 然后刚才服务人员有稍微带我介绍一下 - 外面有可以洗衣服的地方 - 还有自动贩卖机 - 那我一check in完之后呢 - 服务员他这里就给我做一个很简单的canceling group - 因为我现在肚子来没有很大嘛 - 他就是有问我说 - 那我现在有没有担心烦恼的事情啊 - 还有产后希望可以怎么样调理身心 - 但是我现在其实还蛮没有概念的 - 所以我就跟他说 - 我其实还不太知道我那时候的身心状态是如何啊 - 还是现在可能会需要什么 -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生产之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 我觉得他真的很温柔 - 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 我就有点被他疗愈的感觉 - 好 然后他刚才有跟我大概讲一下 - 就是这个饭店他们工餐的时间 - 他们是工午餐 - 我现在超级期待 - 因为我等一下就可以吃点心 - 然后吃晚餐 吃宵夜 - 然后隔天还可以吃早餐 - 但是就吃不到午餐 - 因为午餐的时候我已经check out了 - 那早餐呢是buffet - 早餐是要去buffet的餐厅那边吃 - 那其他餐呢他都会帮我送到房间里面 - 我就只要坐着享用就好了 - 那刚才我有加他们的line - 他就说有事情都可以透过line联系 - 那他们刚才也有跟我说明 - 如果住在这里的话 - 有什么服务是可以享受的 - 或者是有哪些需要加钱的服务 - 还有一些新生儿的摄影这样子 - 然后还有可以跟饭店借什么东西 - 我现在都用不到啊 - 当然就是一些喂母奶的时候会需要的东西 - 还有一些奶瓶消毒器什么的 - 那他们刚才也有跟我说 - 在这里试住体验的话呢 - 可以选择一个免费的服务 - 三个里面选一个 - 第一个是足汤 - 就是泡脚 - 然后第二个是脚的按摩 - 第三个是韩国的 -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 就是会绑看羊的头肩的那种真身体的 - 但是因为我怀孕的关系 - 我不太敢按摩 - 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选足汤 - 那他说是明天早上的10点 - 可以在房间里面帮我泡足汤这样子 - 好那我带大家看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型 - 还有这个体验一碗的费用 - 是 差不多日币37,700日元 - 那以现在的汇率计算的话 - 差不多是台币8,200 - 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小贵啦 - 就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 好那现在呢 - 我的点心送来了 - 给大家看一下 - 点心是两个小蛋塔 - 还有一个花草茶 - 这个花草茶超香的 - 它一端上来我就闻到那个香气 - 因为日本外食真的没有台湾那么方便 - 我自己觉得像日本这种产后中心啊 - 就是可以每餐帮你做好 - 收到你面前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 啊对,要跟大家说 - 就是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去其他月儿中心参观 - 或去其他月儿中心住过 - 但是日本的产后餐真的跟台湾非常的不一样 - 因为台湾的话很多都是比较偏中药的感觉吧 - 比较像补身体的 - 但是日本就是一般大家会看到的餐点 - 例如意大利面啊 - 还是一般的日式定食 - 它们最主要就是营养均衡 -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 那也不会特别避讳去吃冰 - 我觉得这个就跟台湾蛮不一样的 - 那因为我自己的体质 - 其实是不能吃太补的东西 - 所以当初我在选我要住日本 - 还住台湾的时候 - 这一点也有纳入考量 - 我之前在家里自己一个人 - 看大家去月儿中心的影片 - 就看大家到底都吃什么啊 - 来决定 - 对了也忘记跟大家讲吃饭的时间 - 早餐的话是早上7点到9点45 - 可以在自助餐厅那边吃 - 然后午餐是12点 - 像现在这个点心的是下午3点 - 晚餐的话是傍晚5点半 - 宵夜是晚上9点 - 就是整天一直在吃 - 超棒的幸福人生 - 那也有跟大家说 - 因为我没带电脑嘛 - 所以我就给自己找一点事情做 - 我有买一本专门记录小朋友超音波的小象本 - 想说今天就来好好的写下这个本本 - 以后就可以跟小孩一起看 - 拆开之后它竟然还有书套耶 - 哇 超可爱的 - 都可以放超音波的照片 - 也可以写想要跟爸爸讲的话 - 然后几周几天 - 我来写一下 - 我有把超音波的照片带过来 - 季AP- 后期火 - 放大油 - 哇 卢 - 麻将吉利 - 焦点 - 面 - 干 - 板 - 玉米 - 玉米 - 玉米 - 蒸泡 - 玉米 各位我的晚餐來了 因為我沒有帶電腦來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就是一直跟我媽講電話 然後 聽我媽講了很多 她懷我的時候有事情啊 哇 番茄好好吃喔 我懷孕之後變得超想吃番茄 其實看這大片河川 海洋 河川 真的會覺得還蠻療癒的 那他們這裡很多東西呢 都是要另外付費的 比如說按摩石頭奶 這些東西也都是要另外付費 然後剛才他們店員有跟我說 在他們這裡住的話 有提供免費的workshop 例如可以做藥草的肥皂啊 或是藥草的化妝保養品 嗨 大家現在是晚上九點 現在宵夜來了 那我剛才一直在睡覺 然後現在跟文當視訊 教父講番茄怎麼吃的? 好嗎? 我只吃了這個 但我沒有吃過 那我沒有吃過 哈哈哈哈哈 嗨 大家 我剛才去洗完澡 我現在是剛卸妝 然後還沒有保養的狀態 那這一次呢 我有帶面膜來敷 那這一次要敷的面膜呢 是Lululun這個牌子 Lululun是我在來日本之前 到來日本之後 都已經有在用的牌子 所以其實這一次有機會 可以介紹Lululun給大家 我是真的還蠻開心的 相信喜歡日本藥妝的大家 應該也對Lululun這個牌子 不陌生 就會長這樣子 那Lululun這個品牌呢 也是日本紙面膜的販售時機第一名 大家應該日本的各大藥妝店都看過它 而且他們還有推出很多地獄限定 之前文當初還是跟朋友出去玩 那他都會買那個地方限定的 Lululun的口味給我 像我記得印象蠻深刻 他之前就是有買過京都的 還有賴呼內海的給我 他們也得過200個以上的面膜獎 那我自己覺得Lululun呢 跟其他面膜不一樣的是 Lululun這個品牌呢 他真的就是像日常保養的一部分 可以取代化妝水敷面膜的時候呢 就像把化妝水敷在臉上一樣 他用起來的感覺呢 是非常非常清爽的 他就是一個非常日常 你可以每天用的面膜品牌 那這次要介紹給大家兩個系列 第一個呢是Lululun Precious 那他這個Precious呢 用起來是比較保濕的感覺 適合的年齡層也是比一般的Lululun 還要再高一點點 因為我們到每個年齡層的時候 肌膚狀況都會有一點改變 我自己覺得是變得很容易缺水 那這個Precious就是針對 你20代到30代 肌膚狀況有改變的時候可以用 尤其是針對戴口罩 或是睡眠不足 引起了肌膚不穩定的話 就還蠻適合用這個 那Precious系列呢 他們有推出三款 三款都針對不同的肌膚做設計 所以大家可以看 自己需求哪一個就用哪一種 首先是綠色是Balance 如果肌膚狀況比較不穩定 容易長粉色的人呢 就還蠻推薦用這款Balance的 然後紅色是Moist 這一款就是保濕效果比較強的 如果在乎肌膚比較缺水 或是在意一些小細紋的人呢 就比較推薦用這一款 然後白色這一款是Clear 它是比較針對透明感的 如果肌膚是比較容易泛黃暗沉的話 就還蠻推薦用這一款的 那這款Dululun Precious呢 它是抽取式的 我自己真的還蠻喜歡 因為它這個一打開呢 真的就是裡面滲透了滿滿的精華液 敷上臉之後呢 就會感覺臉整個超明顯超保濕的 對大家看有沒有覺得我臉該變亮一點 因為我講話太久 所以我剛才先去敷了一片 所以臉現在狀態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很亮 我覺得它這個算是蠻服貼的 然後其實Dululun這個品牌呢 已經十年了 從我一開始買到現在 我覺得這個Precious系列呢 真的就是有一種輕奢華感的感覺 敷完之後呢 肌膚整個亮度都會提升 我自己覺得面膜真的是一個懶人保養方法 泡澡的時候邊敷 就可以邊放鬆邊省時保養 那第二個系列呢就是 藥用Dululun 這個系列是Dululun 第一次出醫藥品外部面膜 這個系列就是針對敏感肌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肌膚比較容易有狀況的人呢 他們就推薦你可以用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有兩款 第一款是這個綠色的 針對Dululun肌還有美白做保養的面膜 因為聞檔就是屬於肌膚比較敏感 比較容易長痘痘的類型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給他敷這一款 那第二款呢是這一款藍色 它是針對敏感肌還有保濕 如果你的膚質呢是偏乾 比較容易缺水的話就還蠻推薦用這一款 我自己覺得這兩款呢 用起來不一樣的是 首先他們的面膜質就不太一樣 Precious的面膜質呢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然後這一款呢要用的呢 它是屬於更薄一點的 我覺得有點像是蠶絲的那種感覺 然後剛才那個是抽取式嘛 他們這個是一片一片分裝的 同樣以效果都是保濕來講的話 像我覺得這一款它就會更滋潤一點 所以這個Precious我是當日常保養在用的 然後這個呢就是比較偏急救類型的 它的包裝就是非常的可愛 適合可愛的女孩子們 我自己的話都是直接放在浴室啊 就一片一片抽還蠻方便的 那瑞瑞頓這個品牌的面膜 大家在日本的各大藥妝店 或是各大商店幾乎都看得到 大家來日本的話都可以把瑞瑞頓帶回家 好那現在我保養完了 差不多準備要休息睡覺 其實這個月子中心我真的就是一直在等飯飯 哈哈哈 因為我現在還沒生嘛 但是就是體驗一下它的環境 那其實我還有約其他家去參觀 那我最後會選一家 我覺得算是比較適合我的環境 然後因為我老公他到處也會跟我一起住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要討論一下 哪一天月子中心比較適合我們兩個 這邊的餐呢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而且明天早餐還是Buffet 我應該會搶在一大早 就是7點開門 我就7點馬上下雨看 那這裡先跟大家說晚安 掰掰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8點 現在要去吃早餐 現在時間是早上10點 他們馬上就送個竹湯過來 然後是像這樣可以自己調整溫度 嗨大家那我現在已經回家了 這一次的月子中心四柱體驗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很打到我 老實說 雖然不一樣但是我覺得 整體給我的感覺 就會讓我回想起 防疫旅館隔離的時候 因為我就想我要住的話 應該會住一個月 我覺得一個月都在那個環境的話 我可能會有點受不了 所以我現在還有另外預約了幾家 就沒有試住 可是可以去參觀的 就看一下感覺是如何 情況允許的狀況下 我也應該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覺得如何 那最後我是決定哪一家 就希望找月中心這件事情 可以順順利利 因為要住的話就要住一個月 然後也會是我產後很重要的一段時間 希望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 好那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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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